欢迎回到飞凡大探索 台北闻山区有一家海鲜小馆 老板对食材的新鲜度非常坚持 所以店里的海鲜 都是自己亲自到基隆 看妈店才买回来 招牌的沙姆麻油面线 经过了老姜跟麻油爆炒 沙姆的蟹黄很饱满 而且肉质非常细腻 吃了相当暖腥 还有这道人气很高的芋头透抽 炸过的芋头 搭配QQ的透抽 巧妙的组合吃起来 香酥口感不油腻 老姜获着麻油爆出阵阵的香气 为沙姆麻油面线添了一份满意 九口鲍鱼各个精挑细选 个头硕大嫩而Q弹 因为它这边海鲜都蛮有特色的 而且都是很新鲜的都很老爱 客人大口爬蟹大口吃鱼 吃得津津有味 丰富的海鲜饗宴 出自老板王志晃 从小在瑞芳鼻头长大 跟着爸爸淘海生活 海鲜怎么挑怎么吃 他凉弱指掌 现在在台北开的餐厅 每晚的鸡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凌晨一点鸡笋下起阵阵大雨 还是教不习王志晃自己采买鱼货的原则 因为那是算北部的最大的鱼市场 从东北角北海岸 还有本地的基隆 都是在那边做买卖 所以那边鱼类种类很多 品质可以顾得到是重点的 因为你一样的钱 当然要买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品质还是要顾 顾品质 挑选活蟹 每一只都得严格把弯 注意它的成不成熟 注意它的软成不成熟 穿螃蟹的屁股如果红一点的时候 它的蛋比较成熟 如果绿一点的时候 表示它的蛋还没有成熟 用海鲜的认真和龟毛 一开始连饭商都看不下去 一样会是被人家 谢谢人家吗 那时候说你要 你到底要不要买 会很凶 有时候有时候会很凶 然后觉得说你很啰嗦 看哪一条鱼那么啰嗦 这样的谨慎 二十多年来 已让他和饭商 培养出默契和信任感 交谈 韩轩 窑店这样 当成朋友这样 他久了久了的时候 都会把你当朋友 有时候比较好的货会留给你 有了好食材 料理的工序同样不能马虎 凌晨采买回来的沙姆 得先仔细清洗 那个内蒸要清干净 还有它因为它是沙姆 会有带一点沙 要洗干净 老姜还有麻油 碰撞出迷人的香味 再和沙姆在锅里一块奔腾 火候要控制得很好 如果你煮得太久 是螃蟹的甜分都跑掉 嫩的用适上呢 那个沙姆的肉会比较坏熟 另一头王志晃拿捏面线熟度 穿烫三到五分钟就能起锅 沙姆麻油面线满满的鲜味 鲜艳焗红的沙姆霸 霸气上桌 浓郁的蟹黄 白嫩的蟹肉令人垂涎三尺 沙姆烹煮过后 入口不会太老 依旧保有鲜甜 口感很好 而且螃蟹蛮新鲜的 还不错 真的不错 老板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鱼啊 今天有什么鱼 从金龙看不定采买回来的各式鱼种 客人可以亲自挑选 也能选择烹调方式 像是雀鸟 用清蒸最能长途鲜甜 你用热水烫的时候 那鱼鱼会跑出来 第一个会比较好刮 第二个鱼的处理方式比较干净 加上硬冬瓜 些许的姜丝还有辣椒 没有过度的调味 简单清蒸的雀鸟 飘着淡淡的硬冬瓜香气 鱼肉细嫩中 还带有一点Q度 口感清甜 鲜嫩然后吃起来就不会色色的那种鱼 吃起来蛮好吃的 运用在地食材 供疗的九孔鲍鱼 个头饱满 简单穿淡过后 炒制的功夫就是影响口感的关键 鲍鱼炒的时候火不能太大 太大的时候鲍鱼的时候 它的肉质会紧缩 紧缩的时候肉质会比较硬 三鸟鲍鱼嫩而饱满 入口Q弹不会太热 富有酱香之外 还能尝到本身的甜度 王志晃退伍后 爸爸在瑞芳鼻头角 开了一家小餐馆 为了分担爸爸的辛劳 他进到餐厅 拿起锅铲慢慢学习 一路从学徒晋升到师父 会选择创业其实是为了小孩的教育 海边学生好像比较少 所以他大概比较没什么竞争力 所以因为这有缘故 我们才夫妻搬来台北创业 老板你好 这倒是我们招牌在冲爆牛肉 老板娘阿如是先生的得力助手 招呼送餐样样来 他的热情和亲切 让外场变得更热闹了 同时也是开发新菜的最佳顾问 我觉得芋头你把它炸酥酥很香脆 可是你光吃很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海鲜 一样海鲜加在里面 比如说我想那个芋头套丁啊 就是我觉得说这道菜 我想叫他做给我吃吃看 因为大家刚来台北 连龙苏花生都不会做 那做了十几次 失败十几次 然后我慢慢的他才知道 龙苏花生是什么样的炒法 那芋头套丁就是隐生 龙苏花生那种炒法下去改变的 夫妻俩的同心协力 就像炸过的套丁 和香酥的芋头十分合拍 炒过之后香气更足 一点都不抢味 套丁保有水分 口感很有弹性 二十多年前 夫妻俩和亲戚合伙 在台北闻山区开设海鲜餐厅 拥有三十桌的餐厅规模 看似顺遂的山影路 受到SARS的影响 生意一落千丈 那后来因为SARS那一年跌到谷底 那我小叔那时候的想法 觉得他的兴趣不在这里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既然我们两个夫妻都有共同的兴趣 那我们就规模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缩小夫妻 两个一起经营这样子 原本只卖海鲜 换个方向经营 现在的菜色反而更多元 有时候家庭聚餐 小朋友不喜欢吃海鲜 小朋友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肉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说 学一点基本的家常菜 那我现在就去学一些葱爆牛肉 只用温体牛肉的葱爆牛肉 口感特别软嫩 牛肉洋溢着酱香 吃起来不会干涩 搭配葱段一起吃更加脆口 成就感就是夫妻同心 然后一起把这个事业当作是一种乐趣 那我们每天这样一起工作 就是我们乐在其中的主因 即便开业的过程曾经跌倒 夫妻俩没有灰心 而是互相扶持互相鼎立 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一直会有彼此相伴 就是最大的动力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年底又到了送礼的旺季 位于在彰化的明泉市场 这里有一家 建议了一甲子的肉干老店 老店现在新推出了这款金箔元烧肉干 选用的是比较厚实的猪厚腿肉 加上了肉桂胡椒等等天然食材调味 再铺上来自日本金泽24K斤金箔 不仅外观看起来很贵气 口感吃起来软嫩鲜甜 因为滋味鲜美 老字号的肉干铺 还曾经获得了彰化十大伴手礼的殊荣 这是很多客人年节送礼的人气肉干 他们已经60年了 从我妈妈那个年代 他就在这个市场 然后像我小时候就是吃他们家的肉酥长大 这家店听说有得过彰化县政府办的 十大伴手礼 每次都要大概约在过年前一个半月之前 就要来一顶 不然的话就会被扫光 你根本买不到 需要用强的肉干来自这家彰化老字号 这里同时也是许多宾客 前来采买年货和伴手礼的第一选择 除了口味好 还有这款外形讨喜的人气金箔元烧肉干 已经能一次品尝三种口感的三代猪礼盒 让客人吃了不断回味 他们就是很坚持用很食料 不添加加工物 但是还能保持肉原本的味道 我觉得这点让人很感动 让人吃的安心是肉干老店的坚持 金箔元烧猪肉干 第三代老板邱信翰 延续阿东的做法 选用新鲜猪后腿肉制作 加入肉桂胡椒等天然香料 慢慢地和绞肉混合入味 再以手工一片片披肉 而披肉使用的竹苔 则舍弃白铁材质 使用能吸附油脂的竹制竹苔 肉干吃来才不会油腻 因为本身白铁它就没有毛细红 它也没办法抗沾粘 可是用竹苔 它还可以吸附肉干本身的油脂 所以我们品牌做出来的肉干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有油腻感 除了竹苔会影响口感 披肉的厚薄度也是美味的关键 控制每块肉的厚度 大概在0.6公分 因为如果你太厚的时候 我们再做最后一阶段 高温的烘烤 因为它温度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太薄 它容易烤焦 那吃起来的口感就会便宜 对 那如果太厚 它会没有完全烤熟 每一步都要做到最好 就连猪肉干新添加的珍贵食材 金箔也是精心挑选 我们俩并е 古脑 将冒凝误 Vayne 夏天 芳 仉